大家好,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。 妈,我和你说呀,怀上了,我看见垃圾桶里面的燕运棒,两条杠,今天公司难得早下班。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,听见了客厅里传来了男友刘晨阳的声音,虽然具体听不清他在说什么, 但是燕运棒这三个字,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。 我一个机灵,猛地清醒过来。 我和刘晨阳自从大学在一起后,已经在一起五年,两年前见过父母后,为了省遍房租,我们便顺理成章地住在了一起。 我深知不能未婚先孕,所以避孕措施一直做得很好,但最近知道怎么了,大姨妈一直推迟,虽然觉得不可能, 但还是买了燕运棒试了一下,结果两条杠,我心乱得很。 还没来得及和刘晨阳说这件事,外面刘晨阳的说话声还在继续,我开始好奇他在说什么, 轻声走到了门边,开了一小条缝。 刘晨阳,妈,放心吧,于晓这个点还没有下班。 我心中更加好奇,这是背着我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? 刘晨阳,妈,我简直是太佩服你了,偷偷把套扎破,这于晓一怀孕,肚子大了。 他爸妈那自然着急,到时候咱们彩礼可以少给多少钱啊? 刘晨阳的话清清楚楚传进了我的耳朵里,扎破安全套,少给彩礼,原来是在这里算计我呢? 刘晨阳的声音显得十分兴奋。 妈,还有啊,到时候,你就说咱们家没钱,让他们家先把房子买了,写我和于晓俩人的名。 于晓他爸妈就他这么一个女儿,他们不同意我们就拖着,看到时候肚子大了,脸上挂不住的是谁,我的怒气已经到达了顶点。 好啊,算计我不够,连我的父母也都算计。 刘晨阳的家里虽说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,但也是有一些家底,如此算计我。 纯粹就是坏,我父母很开明,我是独生女,彩礼根本就不想多药,而且肯定是要让我带回去的,并且说要陪嫁我一辆三十多万的车。 我感觉我胸口的怒火直冲天灵盖,我直接一脚将门踹开。 刘晨阳,你要不要脸啊? 难怪一直拖着不肯结婚呢,原来是等着算计我呢,你们一家子是什么人啊? 刘晨阳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,手机都掉在了地上,结结巴巴开始解释道, 老婆,你听我说呀,我错了,不是,不是这样的,我实在是讨厌虚伪说谎的人。 我听得清清楚,扎破安全套,想让我未婚先孕,哭穷算计我爸妈给你买房子。 刘晨阳,我们在一起五年,我到今天才发现你的真面目啊,你怎么这么能算计呢? 算盘珠子成精了是吧?我拿起包就往外走,这个家我实在是一秒都不想多待了。 刘晨阳开始不断阻拦挽留道,对不起,小小真是有苦衷的,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,我想到他刚刚算计我时。 那种得意,把我当成傻子一样的语气,你有什么苦衷,不算计我,你爸你妈救得死,刘晨阳脸上微微地愣了一下,他反而委屈上了。 小小,我做的这一切,真的是我太爱你了,我爸得了病,几乎要掏空我们家的家底,我真的不想失去你,才会出此下策的。 刘晨阳边说,就一边想要抱住我,我一把就推开了他,你以为我会再信你的鬼话吗?我快步出了门,拦了个车,就直奔父母家。 我到的时候,我爸妈正在吃晚饭,看见我十分惊讶,妈妈,小小,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?我爸在厨房给我盛了饭,肯定还没吃饭的吧?来先吃饭,不够我再去炒俩菜。 面对这天底下,对我最好的人无微不至地关心,我委屈得泪水夺矿而出,见我哭了,我爸妈都一惊,妈妈,小小,怎么了?和陈阳吵架了。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,将自己刚刚经历的事情一五一时地说了一遍,爸爸气得直接一拍桌子,太过分了。 这刘晨阳平常在我面前装得像个人的,背地里藏在狐狸尾巴。 我妈更是又心疼我又生气,还有她那个妈,我一见她就知道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。 我们两家已经见面多长时间了,我一说彩礼结婚,她就说不急,不急,我们又不多要,爸爸看见我还在掉眼泪,行了,没事的小小。 幸亏我们在结婚前发现了,急时止损,这时门口敲门声响起,还不等我反应,我妈立马就说道,肯定是那个刘晨阳,还有脸来,我爸也是面色不善盯着门口,正好,今天就把事情说清楚,让她滚得越远越好,不然我见她一次,打她一次,我爸快不去开了门。 哎哟,庆家公,最近身体还行吗?咱们这都多长时间没有见了,赫然是自己老谋身算准婆婆王春梅的声音,和往常一样大着嗓门,语气平常地拉着家常,后面还跟着刘晨阳,我爸脸色铁青,一言不发,王春梅招呼着刘晨阳,快把东西给你岳父岳母放下。 我爸直接拒绝,不用,事已至此,什么都不用再说了,你们做的破事,我都不好意思说,我就没见过你们能算计成这样的人,如果我们小小嫁过去,还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,吃多少苦。 王春梅继续面不改色说道,亲家,都快抱外孙了,这说的什么话,小小如果嫁过去,我肯定会把她当成亲闺女一样,说着,就招呼着刘晨阳,快给你媳妇道歉啊。 刘晨阳似乎就像是演练好的一样,反应飞快,扑腾一下跪在了我身前,媳妇,我错了,我以后肯定会改的,这一幕弄得我措手不及,愣了片刻后,起来,你起来,刘晨阳,你不原谅我,我就不起来。 王春梅又见凤插针说道,亲家,就我家陈阳,那肯定对媳妇好,再说,我就这陈阳一个孩子,等我们死后,什么东西不是他们小两口的,明天就让两孩子把结婚证领了吧。 这王春梅真是巧舌如簧,能说会道得很啊,绝口不提婚礼彩礼的事,这结婚证领领,那才是真的掉进了火坑里,我直接问道,那彩礼呢,婚礼呢,王春梅一拍大腿,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说道, 孩子啊,我都说了,我就这陈阳一个孩子,等我死了,以后什么,不是你们的,我简直要被气笑了,那好啊,你死的时候,记得提前说一声,我在准备准备,和你儿子结婚,不过人家都说,这祸害一千年,你爱算计谁算计谁去吧。 刘晨阳一听,立马疼的一下站了起来,于晓,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,还敢咒我妈死,我丝毫不怕她,声音比她更大,刚才狗在叫呢,说我不原谅你,你就不起来,刘晨阳,你,随后觉得脸上再也挂不住,扬起手,就要朝我脸上打去, 我爸爸,更不是吃素地眼急手快,一把抓住了刘晨阳,一个用力,直接将刘晨阳摔在了地上,爸爸,还敢打我们家小小,我看你是活腻了,王春梅看见自己的宝贝儿子受伤,手上立马心疼地将其扶了起来,嘴也止不住地骂骂咧咧,一堆天杀的,就你们家把你们这个闺女当个宝,都脏成什么样了, 都被我儿子干烂了,肚子上还穿上我们家的重了,还有谁要你呀,这话说得实在是太难听了,我脏,我没和你儿子在一起之前,你怎么不说我脏,和你儿子在一起后你说我脏,要这么说,脏也是你儿子脏,我妈在一旁当即爆发,你再给我胡乱喷粪试试,王春梅,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, 你在村子里的那点破事,当我不知道啊,结婚前和野男人私奔,被人骗了,才找了个老男人嫁了,嫁了不好好过日子,又和野男人跑了,这个底接的实在是太劲爆了, 王春梅彻底地恼羞成怒,扑了过来就要打我妈,我妈以前在居委会工作,什么大风大浪的场面没有见过,我也急忙上前去帮忙,王春梅头发被抓得很乱,脸上也有几道血印子, 临走时放狠话说道,我告诉你们,你们现在就是那秋后的蚂蚱,蹦的不了几天,你闺女想进我们家的门,你们都先给我跪下求我,我都无语,脑子有问题的精神病,给她跪下,做梦,第二天,我直接请假,去医院做检查,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留,王春梅估计还沉浸在老一辈的思想中,才有那么大的底气,觉得当妈的,不舍得打掉孩子,觉得我和刘晨阳住了那么长时间了,名声已经臭了,我只知道我先是我自己,其次才是妻子,母亲,刚到了门诊大厅,上了个厕所,我突然看到了,王春梅脸上流着眼泪, 仿佛一副天塌了的感觉,和昨天张狂的样子判若两人,我隐隐觉得有事,就鬼使神差地偷偷跟了上去,王春梅一路踉呛着来了手术室门口,恰好医生刚刚从手术室里面出来了,只见他直接双腿一软,直接倒在了地上,医生,我儿子怎么样啊,怎么好好的就出车祸了呀,医生,阿姨, 你先不要着急,你儿子结婚有孩子了吗,我们也需要告知一下配偶,王春梅使劲摇头,我儿子没事吧,没事吧,没结婚,和我说就行了,医生清了清嗓子, 你儿子生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,一听这话,王春梅瞬间松了口气,没事就好,医生又缓缓说道,就是以后可能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,性生活方面也有很大影响, 王春梅一听,似乎感觉这天都要他了,医生,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,我儿子还年轻,也没有结婚,这以后可怎么办啊,我听后心中又惊讶,又有一丝窃喜,怎么这么凑巧啊, 这现实爆来的实在是太快了吧,我偷偷转身就走,但一直魂不守舍,想着这件事,刚到产科门诊,电话却突然响起,是公司的电话,公司有急事,要求全体员工回去加班,我此时正在晋升的关键时期,我看了看大屏,马上就到我了, 但一咬牙,还是扭头就回了公司,到了公司后才知道,公司临时接了个大单,只要这单做好,我这升职就是板上钉钉的事,我不再犹豫,全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,趁中午吃了口饭的功夫,给我妈打了个电话,让她去拿了出租屋我的东西,一直加班到晚上八九点,我才回家,早上七点左右, 又早早去了公司,就这么忙了半个月左右,项目终于交了上去,我也放了一天的假,回家饭都没有吃,倒头就睡,这半个月实在是累得太狠了,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九点才醒了过来, 我知道孩子的事实在是不能再拖了,一看时间不早了,赶紧洗漱,就准备去医院,妈妈做好了饭,非要我吃两口,我拗不过,只能大口快速地吃了起来,饭桌上,我妈欲言又止,向我说起, 你和那刘晨阳怎么样啊,还有那个孩子,我知道我妈的顾虑,这几天我工作也确实是太忙了,即使同住在一个屋檐下,我和我妈这几天也见不到几次面,我的态度异常坚决, 妈,就他们一家子想要空手套白狼的态度,肯定是分手,一会我就去医院,孩子也绝对不能留,我妈叹了一口气,也好,即使止损,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还会来家里闹,想到在医院看到的场景,估计王春梅还在照顾他那受伤的儿子呢,这时门口传来咚咚的敲门声, 妈妈,你先吃,我去开门,我点了点头,继续喝着碗里的豆浆,你来干什么,我告诉你,你要是在撒泼,我可要报警了,是妈妈的声音,听到这话,我立马放下了手里的碗妈,起身去了门前,不出所料,又是那做妖的王春梅,此时的她,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,黑眼圈很重, 一只手拎着一个布包,另一只手紧紧攥着我妈的手,亲家母啊,是我对不起你们呢,我对不起小小,我知道错了,这是彩礼,八万八图个吉利,酒店婚礼婚车也都准备好了,就等你们一句话呀, 我妈也对她这么反常的举动,有些疑惑不解,你有话好好说,见到我王春梅直接扑了过来,抓住了我的手,小小,以前是我这个当婆婆的不懂事, 你就原谅我吧,我做的那些真的是迫不得已的,见我没有反应,直接虎脚蛮缠到,难不成要我给你跪下吗? 听着这些道德绑架的话语,这个人的恶劣行为真是令人发指,他不仅毫无悔意,甚至在遭受报应后仍然固执己见, 看到我面无表情,妈妈迅速走了过来,轻轻拉我到一旁,王春梅,有话好好说,都这么大年纪了,何必去欺负一个小辈呢? 你不觉得丢人吗?妈妈责备道,我深知王春梅的意图,于是故意问道,刘晨阳呢?我们俩的是,他怎么没来?这么多天,连个消息都没有,怎么就突然想通了? 王春梅的眼神明显闪躲了一下,回答道,陈阳有急事,所以让我先来了。 我讽刺地笑道,您儿子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啊,要是我们真的结婚洞房,你也替他入吗? 我的话极为刻薄,妈妈都忍不住轻轻拉了我一下,我知道这是在王春梅的伤口上撒盐,但他却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。 王春梅的手上青筋抱起,他努力陪着笑说道,小小,看你说的,这哪能啊?陈阳啊,他真的是有事情,我和刘晨阳绝对不可能。 我打断他的话,坚决地说道,王春梅的脸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,继续哀求道,陈阳他真的有事,小小你就原谅陈阳吧。 我重重地降门关上,快步走到沙发上坐下,妈妈关切地问,这王春梅今天是怎么了?小小,你是怎么想的呀?我起身准备去收拾东西,随口说道,我怎么想,绝不可能。 妈妈拉住我,语重心长地分析道,你和刘晨阳在一起好几年了,他这个人怎么样?除了算计你之外,还算不错吧?温柔体贴,各种纪念日也有礼物惊喜。 我叹了口气,承认道,还行吧,妈妈继续说道,你年纪也不小了,现在还怀了孩子,舍得打吗?即便是打了,伤身体不说,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,难免在背后乱嚼舌根子。 我反问道,妈,你这是什么意思?你忘了他们一家子得意洋洋,算计我们的时候吗?妈妈不听我的话,继续追问。 现在,她那个多事的妈,也来低三下四地求你了,要是这个还行的刘晨阳来了,再给你多说两句好话,你能忍住不原谅他吗?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,当然不会,但突然想到,自己是幸运发现了真相,要是没有发现呢?妈妈语重心长地说,江山一改,本性难移,你真的考虑好了吗?不要一时冲动,更不要反反复复,今天不在一起,明天在一起,最终受伤的还是你。 我认真地点头说道,我真的考虑好了,必须分手,不管他以后怎么求我。 妈妈点了点头,表示支持我的决定,她摆了摆手说,去吧,妈陪你一起去。 我换了身衣服,收拾好证件和妈妈一起准备去医院,没想到门刚一开,一个人影就朝我扑来,我及时闪躲,但人影却摔倒在地。 妈妈惊呼道,是你,王春梅,你在我家门口干什么呢?我定睛一看,果然是王春梅,她估计刚才一直在趴在门上偷听我们的谈话,妈妈气得不行。 你干什么呀?准备偷东西啊?王春梅尴尬地笑着,别说笑了,亲家打扮这么起整,这是准备去哪呀?不如咱们一起去,也好有个照应。 我冷笑道,不就是怕我打掉孩子吗?火葬场去不去啊?王春梅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,我毫不客气地告诉她,孩子我已经打了,你们别再纠缠我了。 王春梅却哀求道,小小,我们真的知道错了,我已经去你单位打听过了,这几天你一直在上班,根本就没有去医院。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陈阳的,你不打掉孩子,不就是还爱着陈阳,等我们来上门求你吗?我愤怒至极,转身对妈妈说,我们走。 我瞪向王春梅,警告道,你要是再敢跟着我,我就去报警,让街坊邻居都看看你们有多不要脸。 然而,王春梅却毫不畏惧,挡在我的面前,坚称,你休想去打掉我孙子。 一个大姑娘家未婚先孕,到时候丢人的还是你,我毫不退缩,拿出手机就想要报警。 王春梅似乎并不在意,他挑衅地看着我,仿佛在说,就算警察来了,你也没有杀我孙子的道理。 他这种不讲理的态度让我彻底崩溃。 我报完警后,警察很快赶到现场,尽管他们耐心劝说王春梅,但他却像吃了秤砣一样铁了心,寸步不离地跟着我。 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,警察无奈地将我和王春梅都带回了派出所。 在派出所里,警察严肃地批评了王春梅的行为,指出他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人的人身自由权。 我补充说,这孩子现在才几个月大,只是一团肉而已,根本不能称为人。 王春梅,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? 王春梅却不服气地反驳道,又不是你的孩子,你当然这么说,我要去举报你们,尽管警察见惯了大场面,但也不免感到无奈。 考虑到王春梅年纪已大且情节不算特别严重,他们只是对他进行了一番教育后便放行了。 然而这一番折腾已经折腾到了傍晚时分,医院门诊早已下班。 我知道这个家肯定是不能呆了,王春梅肯定会再来纠缠不休。 于是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,打算去朋友家住两天,刚一开门,我就气得想骂人。 这一家子难道在我家安了监控吗?怎么只要我一出门,他们就像个瘟神一样堵在我家门口。 这时,刘晨阳苍白着脸站在了我家门口,他苦涩地说:「小小,我知道多说无意,这都是我自己做事的报应。 然而,他的话还没说完,刘晨阳突然面色猙獰,神色痛苦地倒在了地上,我下意识地想要去扶他,却扑了个空,紧接着,刘晨阳紧紧抱住了我的大腿,哀求道:「小小,我是真的知道错了,我爱你,我们在一起五年了。 你还记得,我们在一起两周年的时候,一起去北极看极光吗?我们在七彩的极光下接吻,你抱着我说,你会永远爱我,我们会一直一直在一起,他继续诉说着我们的过往。 上次你生日的时候,我们去了川西,金黄的夕阳下是巍峨的雪山,龙打指随着风吹向了远方,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, 你一时激动缺了氧,氧气又恰好用完了,我着急给你肚气,你半夜生理气痛的时候,我冒着大雨去给你买止痛药。 你最不喜欢吃的是香菜,听着他的话,我的眼睛酸涩得厉害,嗓子也堵得很,妈妈看出我的愣神,及时出声唤我。 小小,刘晨阳又说,是我不该自作聪明算计你,但是你知道我妈养大我不容易,她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,就只是这一件事,我对不起你,等以后我们结婚后,我们自己住,绝对不会再和我妈掺和在一起。 她说话间,妈妈的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,眼神里满是担忧,在我即将狠心拒绝的时候,一道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,你在做什么? 我们下意识地朝声音来源看去,只见一个时尚打扮的女孩,长发卷发披肩,正瞪着我们,她的目光最终定格在刘晨阳身上,她立刻站起来,脸上满是慌张,女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,质问我,你是谁,为什么欺负晨阳哥哥? 随后,她转向刘晨阳,语气变得温柔,轻易地挽住她的胳膊,晨阳哥哥,这么多天,你都不联系我,是不是她对你做了什么?告诉我,我们一起面对,我听得一头雾水,但显然这个女孩和刘晨阳关系匪浅。 刘晨阳显然有些难以启齿,低声说,你先走吧,我等会儿再和你解释,女孩却坚决地说,不,我不走,然后转向我妈,紧握住她的手,阿姨,都是我的错,是我先爱上晨阳的,但我们是真心相爱。 青梅竹马的感情,比不上我们的缘分,请你接纳我,我是真的爱晨阳哥哥,他又转向我,语气坚定地说,我知道你们青梅竹马,但感情不能强求,放手吧,同时我警告你,你要是再敢伤害晨阳哥哥,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面对这个陷入霸总小说情节的女孩,我哭笑不得,刘晨阳急忙将她拉到一旁,艰难地挤出几个字,不要再说了,我深吸了几口气,努力平复情绪,质问刘晨阳,你们在一起多久了? 女孩抢着回答,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,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三年,我竟然一无所知,我愤怒地看向刘晨阳,她拼命解释,但我妈已经气得拿起鸡毛胆子朝她打去,女孩健壮,不顾一切地护在刘晨阳身前,求我妈助手,然而我妈毫不留情,一把拉开她,继续打刘晨阳。 女孩情急之下,直接跪在地上抱住我妈的大腿,哭求她助手,场面一片混乱,我大声喊道,够了妈,别打了。 女孩自言自语道,你叫谁妈呢?你自己没妈吗?为什么要管刘晨阳她妈叫妈? 我瞪了一眼刘晨阳,她眼神闪躲,女孩站起来质问我,你到底是谁?我平静地回答,她是我亲妈,也是刘晨阳未来的岳母。 女孩震惊地后退几步,不敢置信地看着我,我继续揭露刘晨阳的谎言,我们在一起已经五年了,她不是什么总裁。 她之所以跪在这里,是因为我怀孕了,求我原谅,要和我结婚,刘晨阳看了我一眼,又看了女孩一眼,最后什么都没说,直接转身就走了。 女孩瞪了我一眼,也小跑着离开了,妈妈气得直哆嗦,这个王八蛋和那个女的都不是好东西,我心里乱糟糟的,五年的感情。 她出轨了三年,她在说爱我的时候,心里又在想着谁呢,妈妈安慰我别生气,我胃里一阵翻滚,跑到洗手间吐了出来,嗓子火辣辣地疼,妈妈赶紧给我端来水,拍着我的后背让我缓缓,妈妈担忧地看着我,小小,你没事吧? 我摇了摇头,站起来想走,妈妈拉住我,你这样出去我怎么放心,先去屋里休息一会儿吧,今天真是太累了,我不想再面对任何人了。 我点了点头,默默地走进了房间,我回到房间,疲惫地躺在床上,试图找到一丝安宁。 然而,我的睡眠并不安稳,梦境混乱而繁杂,让我无法得到真正的休息。 手机铃声地响起,打破了我的梦境,我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屏幕,是公司打来的电话,接通电话后,我得知需要立即返回公司,不敢再耽搁,我迅速换了身衣服,匆匆赶往公司。 一路上,我不停地在脑海中复盘,思考着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抵达公司后,我进入何总的办公室,看到何总急切的表情,我心中一紧,难道项目真的出了问题? 然而,何总却以满脸的笑容迎接我,他的话语让我惊喜万分,小鱼呀! 你做事我放心,项目做得非常成功,总部决定提拔你当主管,你和你的小组还有奖金奖励,这个消息如同一缕春风,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,所有的辛苦和付出,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。 何总站起身,拍了拍我的肩膀,走吧,与主管,和大家宣布一下这个好消息吧。 在何总的带领下,我走进会议室,准备向大家宣布这个喜讯,然而,就在掌声响起的同时,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却盖过了掌声。 慢着,他一个下见货,有什么资格升官呢?我转头一看,原来是昨天那个女孩,刘晨阳的情人,她的眼神充满敌意,仿佛要将我生吞活泼。 我不禁握紧拳头,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,女孩毫不畏惧地走到台前,大声说道,各位,我此次来,就是为了揭露这个于晓晓的真面目。 她勾引我男朋友,怀孕后还用孩子要挟她结婚,她凭什么升官,她根本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,她的话立刻引起了在场众人的议论纷纷,一些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纷纷站出来,为我打抱不平。 你是谁呀?怎么来这撒野?然而,女孩却置若罔闻,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我深吸一口气,努力保持冷静,我清楚地知道,我和刘晨阳虽然已经分手,但我们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在一起,已经五年了,即使她不知道我的存在,被人骗了。 也不应该找上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,然而,女孩却完全不听我的解释,她固执地认为我是因为孩子才和刘晨阳在一起,她大声喊道,你不就是凭着你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吗?要不是有那个孩子,晨阳哥哥根本看都不会看你一眼,在场的人都被她这番炸裂的发言震惊了。 我指着办公室里的监控摄像头,我们这里有监控,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录得清清楚楚,你要是在在这里胡搅蛮缠,我就报警。 然而,女孩却丝毫不拒,她冷笑道,报警,你就是个小三,看到时候警察会抓谁,何总也看不下去了。 她大声喊道,保安呢?保安去哪了?把这个人弄出去。 很快,保安赶到了现场,将女孩带离了会议室,会议室内终于恢复了宁静。 身边的同事纷纷走过来安慰我,别在意她的话,现在的小孩价值观都怎么了。 我点了点头,感谢他们的关心,然而,我知道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我去处理。 我刚刚结束了手头的工作项目,并顺利地得到了领导的请假批准。 我立即打电话给我妈妈,打算在医院与她会合,因为我感觉自己需要立刻去医院。 然而,我等待的出租车还没有到,一个我不想见到的身影却意外地出现在了我身边。 小小,你听我解释,刘晨阳的声音带着急切,不是我让李飞去你单位的。 是她自作主张,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恳求。 小小,我求你了,不要打掉孩子,我爱你,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在一起。 我感到一阵恶心,只想离她远点,离我远点。 我冷冷地说,就在这时,李飞跑了过来,抱住了刘晨阳的手臂。 晨阳哥哥,我有事和你说,刘晨阳不耐烦地推开了他。 滚,我不是和你说得很清楚了吗? 李飞看起来委屈极了。 突然,我叫的车到了,我不想再和这两个人纠缠,立刻上了车。 我回头看去,只见刘晨阳看了一眼地上的李飞, 然后绝情地拦了一辆车坐了上去。 到达医院后,我发现我妈妈已经在那里了。 我知道刘晨阳可能也会追过来,所以我拉着我妈妈就打算赶紧进去。 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王春梅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, 紧紧抓住了我的胳膊,大声喊道, 来人哪,杀人了,有人杀我孙子了。 我妈妈健壮,急忙去拽王春梅的手。 你干什么呀?放开我女儿。 然而,王春梅却像疯了一样,紧紧抓住我不放。 我们的争吵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人。 就在这时,刘晨阳也赶到了。 她再次使用了她的惯用伎俩,直接跪在了我的面前。 小小,我知道错了,孩子是无辜的呀,我肯定会改的。 我用力掰着王春梅的手,你放开,你们这群无赖。 然而,王春梅却除非我答应不打掉孩子,否则不肯松手, 保安也赶来了,不断劝说刘晨阳母子。 最终,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,王春梅才慢慢松开了手。 我找准时机,立马抽出手臂,身旁的保安快速制止住了两人。 我马上就往楼上走去。 然而,刘晨阳却不知怎么挣脱了保安的束缚,直直向我扑了过来。 我一个不小心,脚一踩空,摔下了楼梯。 我感觉身下一股热浪涌来,肚子也是一阵脚痛。 我妈妈吓得尖叫起来,小小,医生呢,救救我女儿。 我头一晕,失去了意识,等再次醒来的时候,我发现自己正躺在病床上。 我妈妈正守在床旁,见我醒了过来,她急忙按了床旁的呼叫铃。 很快,医生护士就赶了过来,询问我感觉怎么样。 我嗓子干得很,哑着嗓子说道,就是肚子有点疼。 我紧张地问医生,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呀。 然而,医生却告诉我,你没有怀孕,只是月经来了。 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个事实,我用验孕棒测过了呀。 医生解释道,验孕棒有时候也会不准,一切要以医院的检查结果为主。 我心中五味杂陈,这么多天的纠缠和担忧,到头来我竟然没有怀孕。 这一切真是可笑至极。 刘晨阳和王春梅气势汹汹地闯进病房,大声地骂我。 骗子,你这个骗子,我只是淡淡地回应,都是报应,就在这时。 门口传来了护士的声音,让一让,病房内静止喧哗,刘晨阳仍然狠狠地盯着我。 仿佛下一秒就要掐死我,突然,一旁的护士推着一个昏迷的人走了进来。 我转向刘晨阳,冷冷地说,你还想怎么样啊? 别以为我不知道,你为什么这么在乎这个孩子,不就是因为出了车祸,没有了生育能力吗? 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,就别怪我说出去。 刘晨阳瞬间变得慌张起来,你怎么知道? 这时,一道愤怒的声音响起,刘晨阳,好啊你,原来你在这,你个王八蛋,是不是你害得飞飞流产了? 他怀的可是你的孩子啊,只见一对中年男女冲了进来,开始对刘晨阳拳打脚踢。 王春梅急忙上前阻拦,却精准地捕捉到了重点。 什么? 丽妃怀孕了,中年女人的声音充满了怨气。 我们飞飞可就交过你一个男朋友啊,她说去找你,结果就流产了,被送进了医院。 肯定是你这个老头子给我打。 王春梅听到这个消息,直接晕了过去,而我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碍,于是默默地办理了出院手续。 刘晨阳一家人也没有再找过我,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,不到两年的时间。 我再次升职,被调到了总部,还买了套房子,把爸妈接了过来,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。 而那段痛苦的记忆也慢慢被时间冲淡,修复心灵的漏洞,安装爱的补定。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。